来到水果摊冬挑西选 眼前的水果白白肿 但你知道爱吃的水果中 有哪些是农药残留 最低的水果吗 梨啊 苹果啊之类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这两种水果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好洗 香蕉 因为它都在里面啊 看不到 西瓜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剥皮啊 巴勒啊 感觉上比较好洗一点点 不少人都认为剥皮的水果最干净 营养师陈寒宇 从农委会三月公布的 蔬果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中 整理出十大最干净的水果 其中巴勒 莲雾 枇杷 以及西瓜 柿子 枣子都上榜 农药残留检验不合格率 都是0% 凤梨不合格率只有0.5% 葡萄荷梨是0.9% 相关不合格率是1.1% 可是莲雾我都觉得 它农药好像很多 但是我觉得莲雾 可能是比较意外吧 通常的话 就是说水果比较干净 代表它农药残留比较少 那包括水果 本身的特性是一个问题 还有再来就是 它们喷洒农药之后 它比较不容易残留 也是一个原因 营养师表示 上榜的水果中 巴勒四季都有 不会喷完农药 就马上卖出 隔一段时间 农药自然比较少 0.5 枣子和柿子 会用套袋包装起来 农药就会喷得比较少 而西瓜本身表皮光滑 农药不容易附着 不一定是要剥皮的农药 就会比较少 要剥皮的水果 可能你手上拿的水果 它的表皮可能沾有农药残留 但是你在剥的罐当中 你可能在摸果肉的时候 又有交叉污染的问题 需要剥皮食用的水果 不一定农药残留低 根据农委会公布 农药残留高的水果 第一名是百香果 百分之十三点九 二三名则是农药和柳橙 营养师也提醒 即使最少农药残留 或是全数检验都合格 并不代表水果上 就完全没有农药 买怀的水果 还是都要清洗后再使用 三水门线约织中 张启云台北 财富摩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